张继刚舞蹈编导 他用舞蹈诠释生命 一次又一次带给诗人惊诧与瞩目 有人说他是为舞而生 中国残经医师团《我的梦》演出的时候 开宗明一所讲的一些话 生命总是有梦的 所以生命总在梦想 生命总在渴望 生命总在期盼 生命总在证明 有人说张继刚引领了1980年代 中国舞蹈壮丽红阔的艺术风格 更有人说如果以艺术阐述人生 那么张继刚无疑是中国舞台编导的第一人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这些作品都出自张继刚之手 作品通过抽象的舞蹈和音乐 表达了张继刚对于生命的礼赞和黄土文化的思考 舞蹈在张继刚那里 不仅表达美和情感 而且开始传达深刻的思想和精神 1960年代末的山西渝次县 跟中国大多数的县城一样 处于运动的风潮之中 早寝室 晚会报 唱语录歌 跳中字舞 成为人们每天对领袖表达敬意的集体仪式 正在读小学的张继刚也感受着时代的特征 那么我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 就是红小兵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队长 我从一年级当干部一直当的六年级毕业 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 几乎成为当时中国唯一的文艺表演团体 他不仅要求队员们五官端正 还要有良好的家庭出身 而有幸成为他的队员 在当时看来是件令很多人艳羡的事情 我的哥哥姐姐呢 他们也在宣传队里面 他们也唱歌 他们也跳舞 经常回到家里 他们还切磋记忆呢 我虽然很小看着他们吧 我就发现 比如说我们经常出手 啪出个手势 他就说你看你这样的手势吧 就特业余 应该把这个手指掰开点 这种手势才漂亮 经常就是这样的 就是他们就跳什么 大红枣 甜又香啊 白毛里的片段呀 1970年代 中国社会已经从运动开始的狂热走向平静 许多国家文艺团体开始吸纳新鲜血液 12岁的张继刚 因为五官端正 又有良好的舞蹈功底 成为当时极幸运的一个 张继刚的父亲曾经担任过杨泉市平定中学的校长 他做事严谨 不够言笑 跟儿女们言语也极少 他一直希望张继刚能从事跟自己一样的教育工作 对艺术 他觉得陌生 甚至反感 然而能将张继刚的户口从农村转到城市 父亲也就没有再说什么 在我去山一省歌舞团之前 我的户口是农村户口 是吧 我因为这样一个命运改变了我的农民户口 成为一个城市的人 我们叫农转飞 况且他已经开始领工资了 虽然工资只有21块5毛钱 但他也是不小的收入 我每个月都可以给我母亲拿回去10块钱 反正是10块钱 我一个月吃饭已经足够了 第二天 天还没亮 张继刚就起床了 母亲已帮他备好行李 对于儿子的远行 素来乐观的他 这一天言语也极少 在父亲的陪同下 张继刚离开了这个 他生活了12年的小县城 来到了太远 多年之后 张继刚仍然能体会父亲当时无奈的心情 1970年的一天 张继刚在父亲的陪伴下来到了山西太远 一路上 父亲惯常地保持沉默 小小年纪的张继刚 却对眼前的世界和即将到来的新生活 充满了新奇和热望 第二天 我的父亲就领着我坐火车 就到了太远 到了太远以后 我的父亲又雇了一个三轮车 把地址告诉人家 拉着我们 就到了山西省歌舞团 1970年的太远 似乎正从一场狂热的梦中醒来 渐渐恢复了往日的秩序 张继刚被安排住进了山西歌舞剧院 一栋临街的小红楼里 之后的他 常常站在宿舍的窗前 好奇地张望着 外面这个陌生新奇的世界 而且从一个小县城 一下到了一个山西省的首府 第一次看到了 宾州路那样宽阔的马路 和那么高大的楼房 就觉得特别的骄傲 懂得穿起了芭蕾鞋 有了很好的镜子 而且每天练功 总在钢琴声中度过 天天听着钢琴在练功 这是一个多么浪漫的童年 然而 尽管狂热的斗争已经过去 1970年代的中国社会气氛 依然紧张 人们几乎无法阅读到 当时被批判为毒草的文学书籍 天天和别人借书去看 我们当时叫做借毒草 借书之前拿一本报纸 揣兜里 借了书以后 把那个报纸包起来那本书 藏在衣服里面 回去以后 一定要在12点以前把它读完了 因为你还在睡觉 第二天还要记得我训练 就这样 张继刚的少年时光 就在浪漫的琴声 美妙的小说 还有无数个惶恐不安的夜晚中 悄无声息的过去了 我认识的过程 我认识的过程 我认识的过程